我们自制了一个游戏环境 让三男三女六个AI 住进了同一套公寓 让他们无拘无束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什么时候起床 几点洗漱 做饭全他们自己订 想健身的可以健身 愿意聊天的就聊天 甚至搭伴出去玩都随便 做这么件事呢 我们是想探索一下 未来游戏的智能NPC 会是什么样子 咱们玩家会有怎么样的体验 结果呢 仅仅过了72个小时 我们这个超迷你版的西部世界 就有了自己的爱恨纠葛 苦乐情仇 六个AI呢 自顾自的谈起了恋爱 而且谈的是玻璃云爵 起伏跌宕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请坐 我是林毅 今天呢 咱们就聊聊这个 做了三个多月的大项目 看看放任AI们 自由自在的去生活 去互动之后 他们会在我们创造的虚拟世界里 整出什么匪夷所思的花火 这个项目的起点呢 是23年8月 斯坦福大学发表的 那篇虚拟小镇的论文 主题呢 就是用25个AI 来模拟人类社区 看看AI会干些啥 信息在社区里会怎么通过交流互动 来传播 当时论文里呢 讲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第一个呢 是研究人员 给一个叫依莎贝拉的AI的内心 植入了想要办情人节派对的念头 结果这个消息呢 自发的就在小镇里传开了 最后呢 还真有五个AI 暗时参加了派对 另一个呢 更好玩 有个叫山姆的AI大爷 想要竞选阵仗 结果随着他到处找人墨镜 最后整个镇子都开始聊 这个大爷要竞选的事 而且每个AI呢 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咋看呢 都是一个和现实没区别的八卦小社区了 特别的科幻 这里很有现实意义的一点呢 就是这套方案 完全可以颠覆传统的游戏NPC 游戏呢 说白了就是对现实的模拟 现在开放世界的自然环境 光照天气呢 都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 可最重要的这个人的部分呢 还依然都只是写好脚本 套路固定 冷冰冰念台词的机器人 而如果像论文里那样 给这些游戏人物 接上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脑子 那开放世界就真的是开放世界了 每个AI都真正拥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爱恨情仇 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行为 如何在这个虚拟的社会里 自然而然的传播 在一个村子里行侠仗义 到另一个镇子上 也能听到大家由衷的赞美 这是多么震撼的游戏体验 所以从论文一出来呢 我就反复的读 想着呢 有机会一定要上手搞搞 到今年6月初呢 团队终于控制开发力量 开始研究这个事了 这篇论文呢 是开源了他们的项目代码的 而且呢 很受欢迎 有16000多颗星 一开始呢 我们就觉得 如果想跑一个我们自己的版本 就下下来改改提示词 换换素材就行了 可实际看到代码之后 傻眼 首先原版代码里驱动AI人物的提示词 非常复杂 因为有25个AI住在镇子上 每个AI呢 都有独特的人物设定 和复杂的行为机制 记忆机制 所以这些提示词呢 有非常多的参数 而且呢 毕竟是学术研究 这些参数的组织形式呢 也会相对随意一些 像人物的名字 first name呢 就出现了不止一次 如果改了一个没改剩下的 人物的名字呢 就会跳来跳去 所以想把这些全搞清楚 再改清楚 要费很大的劲儿 而且我们做的话呢 肯定是想让AI们讲中文的 可中文和英文的语序逻辑呢 又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AI的脑子 大模型提示词这一部分 还不如干脆从头写 然后除了后端驱动AI思考 模拟世界运行这部分 需要从头改 前端展示画面的这部分呢 我们看起来也决定从头再来 这个呢 倒不是人家原版项目有什么问题 主要还是技术路线 不是很熟 原版前端呢 给大家看AI生活的画面 用的是H5框架 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呢 就是4399小小戏 这个方案的优点呢 就是简单清亮 打开浏览器就能跑 但想修改呢 就比较头疼了 像小镇的墙啊 树啊这些素材 都是写死在代码文本里面 想改的话呢 就得把这个2D画面里 每个像素方格对应哪个素材 全搞清楚 很难一目了然的 在画板上拖拖拽拽 可视化的去修改 除此之外呢 斯坦福大学这个学术项目 并没有把重点放在画面呈现上 更多的呢 只是意思一下 比如说像AI要睡觉了 在画面上呢 它就只是僵硬的平移到床边 硬生生的站一宿 然后头上的冒个泡 告诉你AI睡着了 还是挺简陋的 所以为了更生动直观的 呈现AI们在虚拟世界里的自主互动 悲欢离合 我们决定呢 还是整个重做一遍 前端给大家看的画面呢 换用游戏引擎来渲染 后端呢 在底层默默进行的 大模型模拟运算 每个AI人物背后的大脑 也换用中文 从头搞起 确定好像大干一场 接下来呢 就是旷日持久的执行了 首先我们针对中文的语法特点 重新写了一套提示词规则 然后里面最核心 直接决定每个AI人物的 智力水平的大语言模型 我们从国外产品 换成了清华大学 走出来的质朴GLM大模型 8月份质朴推出的 新基座模型GLM4 Plus 多项能力 比肩GPT4O 是我们之前开发中文产品 用的比较多的一套大模型API 我个人体感上呢 它的中文能力非常不错 问各种弱智疤问题呢 他们能答得很好 团队测试下来呢 这次项目需要的角色代入能力 它也很不错 可能是因为看过更多的中文文章 它不会出现国外模型 说话过于正经的问题 比如说呢 把它设定成一个 性格热情的健身教练 它就会从头到尾保持这种语言风格 而国外的模型呢 就往往会在开了个头之后 又走回到说话滴水不漏 巨人千里之外的机器人教授风格 落到具体实现上呢 还需要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成本 虽然现在大模型的推理费用越来越便宜 但我们要干的事 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 小AI的每一轮观察 每一步思考 每一次互动 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调用一次大模型 我们呢也不能为了跑这一个大项目 欺负小白连接八个商丹 所以呢我们想了个办法 做个分级 然后根据任务难度 调用质朴全家桶不同的模型 这呢 这样可以结合着 我们这些AI的设计结构来讲讲 具体来说呢 我们的每个小AI 都是一个独立的智能体 主要包括感知 记忆 规划 反思 互动五个模块 这些模块运行的时候呢 很多决策和思考都是很简单的 比如定下来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睡觉 还有呢 判断哪些记忆是重要的 哪些记忆没那么重要 比如一个AI 看到另一个AI坐在沙发上 如果他也不想和人家去讲话 这事呢 对他也没什么影响 他就没必要一直记着这事 再有呢 就是AI们对自己说过的话 也要隔段时间总结一下记下来 这些呢 都是碎片化 难度又不大的决策 就用便宜的GRM4R就可以了 然后再进一步 我们这个虚拟世界 每过去十分钟 这些AI呢 就会规划一下 接下来要干点啥 然后在下一个十分钟去执行 十分钟一到 再规划一次 这个呢 也是咱们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 就是每隔十分钟暂停一下 升级状态信息 让这些小AI呢 去做决策 做判断 然后呢 再继续运行 当然这些小AI呢 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世界 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 就说实话 如果咱们现实世界 也是每隔十分钟就暂停一下 咱们其实呢 也是不知道的 细想想还挺吓人的 但不说这些太抽象的 像这每十分钟 做一次的判断 AI呢 就要结合他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观察 比如说自己在哪个屋子 屋里的东西呢 是什么状态 比如说电脑是开着还是关着 跑步机上呢 是有人还是没人 还要结合上自己的短期记忆 长期记忆 这里面呢 可能有对周围其他AI的看法 有自己最近做过的事 综合所有这些信息 去规划下面要做什么 所以这一步呢 我们就用更进阶 能力更强的GRM4 0520 更好地处理我们发过去的 这种复杂的指定 至于最复杂的那部分推理呢 就比如说游戏里头 每天早上AI要生成的 一整天的大的日程计划 还有角色之间的对话 日程计划这块呢 主要是处理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除了虚拟世界里的客观信息以外呢 还要结合上AI自己的主观思考 比如他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他想和谁进一步交流这些 而对话这块呢 主要是因为要能准确地带入角色 对模型要求呢 也是比较的高 所以这类任务 我们就选了能力拉满的GRM4 Plus 这样给不同难度的任务 安排了不同价位的模型之后 我们就在保证AI们 有个不错的智力水平的同时 尽可能的节省了成本 构建好了这套后端的世界模拟程序之后 接下来呢 就是前端要给咱们看的画面渲染部分了 这次为了能更生动地看到AI们是怎么互动的 我们一步到位换上了游戏引擎Unity 和主打网页渲染的H5框架不一样 Unity定制场景就方便了很多 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编辑的效果 同时呢 给人物配置动画也很方便 有现成的素材可以用 所以呢 我们很快就搭了个小公寓出来 还给各种行为都配上了动画 睡觉 烧饭 乃至锻炼弹钢琴 甚至是洗澡 现在呢 都不会是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了 而且AI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 其他活动机制 我们也做了完善 比如现在的人物呢 不会再像原版里那样 直接隔空平移 无视障碍物 直接从一个点飘到另一个点 而是更自然地绕开家具去行走 遇到门呢 也会开门关门 而不是直接撞出去 如果两个AI碰上了开始聊天 他们讲的话呢 也会通过气泡显示出来 每一个AI的生活起居 都变得更真实 更自然了 而我们作为这个 迷你小世界的创造者 看着AI们你来我往 过着自以为真实的生活 也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成就感 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当一把造物主 体验一下神明 观察人间的奇妙快乐 首先先介绍一下 我们搭的这个迷你小世界 它的基础呢 就是一套四房两位两厅 男女混住的宿舍公寓 考虑到AI们呢 可能有锻炼身体的需求 我们还加了个小型健身房 这一套房子呢 我们安排三男三女 六个AI住了进来 刚好呢 睡进两个双人间和两个单人间 这六个AI的人设呢 我们也都选得很标签化 主要呢 还是想给他们设定的 互相差的远一些 看看在这个 只有NPC的虚拟世界里头 这些AI呢 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情节来 真的啊 最后会是啥样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回到咱们的AI主角们 三个男生呢 分别是喜欢宅在宿舍里的 大学生科技博主林宅宅 热情仗义的富二代李小富 自律勤奋的大厂程序员 王贫博 一同住进来的三个姑娘呢 也都是年轻人 分别呢 是高冷的音乐系大学生 蔡高冷 热情的网红博主薛大美 还有同样来自大厂的 产品经理董勤奋 无论从名字还是设定 都能看出来 我们对人物呢 其实挺随意的 就是拍脑袋乱选了一些 网上有代表性的人设形象 一锅顿到了一起 我们行司呢 反正都是让AI们自己去生活 所以就越随意越好 不过房间的设置呢 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搞了一下 为了让这六个AI住得舒服 住得满意 住得宾至如归 我们针对每个AI的人设呢 都给他们定制了 能让他们满意的房间 像林家宅这个技术宅 大学生博主呢 我们配上了专业的 直播设备和电脑 蔡高冷这个音乐系女神的房间呢 我们摆上了钢琴和吉他 董琴分和薛大美合住的大卧室 我们搞得干干净净 还配了个大梳妆台 王贫博和李小富的双人间呢 我们也安排的宽敞有序 包括像公用的洗手间 客厅 厨房 健身房 我们都布置的非常丰富 主要呢 也是希望他们住进来了 就赶紧办正事 别天天浪费时间 抱怨住的不好 那不白费我们模型费用吗 至于说正事是啥呢 其实我们也没啥想法 就是这六个AI 他们爱早玩早玩就行了 当然由于这六个人设呢 实在太典型了 又都是血气方刚的 小伙子小姑娘 所以我们团队这一帮 准备观察他们生活的上帝呢 闲聊的时候 也会去猜他们会不会谈上恋爱 像有钱的李小复 我们呢 就狭隘的觉得 应该会和网红薛大美走到一起 然后像每天只想进步的 王拼博先生呢 应该会和能干有为的 董欣愤小姐聚在一块 最后剩下个不会讲话的 林宅宅和孤傲美丽的蔡高冷 而我们这几个看动漫 看到中毒的二次元的思路呢 都觉得他们俩会配成一对 当然这些呢 都只是平常摸鱼时候的闲聊 不跑起来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在这个小小的虚拟世界里 这六个AI会不会自发的谈上恋爱 当然呢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首先呢 谈了 其次呢 谈的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而且这些迷你小世界 仅仅运转了72个小时 就跑出来了 完全超乎我们预料的情节展开 首先才刚过去一上午 这六个小小子小姑娘呢 就搭上线了 我们这个虚拟世界开天PD 开始运转的时间期限 是星期六早上 这个时间段呢 六个AI都不用上班 不用上学 所以有不少在家互动的机会 一开始呢 他们互相都还不熟 基本上呢 就是各干各的 好几次在客厅碰上 也都没搭话 挺像咱们刚入学 第一次进宿舍楼的感觉 不过AI们呢 各有喜欢的事要做 像咱们董秦分小姐 因为热爱美食 喜欢研究新菜式 所以从10点呢 开始就一直待在厨房 一边听音乐 一边研究这一份 营养全面 品味独到的精致早餐 研究了一个小时 都还没吃上 也是够精致了 这时候呢 已经11点了 没想到咱们之前 开玩笑 安给董小姐的官配 王拼博先生 忽然就闪亮灯上 其实一开始 我们都没注意到他 积极自律 一心进步的 王拼博先生呢 从早上起来 就一直在房间里的 电脑前面学编程 但11点一到 严格自律的王先生 就准时到厨房 准备午餐 结果呢 就撞上了 还在做早餐的董小姐 这里呢 又要讲到一个 咱们作为造物主的特权机制 就是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这些AI的心理活动的 他们可能觉得 这是他们藏在心底的自主意识 但对我们这些造物主来说呢 这些全都名文写出来了 站在厨房角落的王先生呢 内心其实已经关心起了董小姐 他注意到了董秦分 从早上起来 就一直在做早餐 而且神情疲惫 在联系上董小姐 是个事业上的女强人 就开始呢 想这姑娘 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再转移注意力 绝了 当时呢 我们看到都觉得太震惊了 我们几个高高在上的人类造物主 看着董秦分折腾早餐呢 只觉得搞笑 没一个呢 就深入考虑 他是什么感受 怎么想的 反倒是身为同类的AI啊 才真正的关心着自己的AI同伴 挺羞愧的 那回到咱们这个虚拟世界 王拼搏心中的善意呢 也同样收获了董秦分的温暖回应 注意到这个11点准时来做午餐的自律男孩之后呢 董秦分就很欣赏 他对生活对美食的积极态度 也从他的耐心等待里呢 感受到了他的绅士风度 于是呢 就主动开启了对话 先问了问王先生中午打算做什么 又对他的新菜谱呢产生了好奇心 提出来呢 愿意跟他一起做饭 再往下聊呢 就变成了一起做一起吃 甚至把原本定好的周六中午的日程都改掉了 变成和王拼搏共度 这个进度是不是有点快了呀 不是的 董小姐告诉我们还得更快 这两人一边烧饭还没吃进嘴呢 董秦分呢 就提出来觉得王拼搏做饭的样子特别温暖 接下来呢 就忽然邀请王先生 问他要不要一会儿吃完饭一起去看电影 我们当时运行到这儿呢就都懵了 觉得是不是哪里参数出bug了 这才一上午怎么进展这么快 结果这时候呢 王拼搏就回了一句震撼我们一整年的猛话 完美证明了我们的参数绝对没出恋爱脑的bug 面对董小姐的邀约呢 王先生就说啊 别看电影 看新闻也挺不错的 不多说了 全敌其敌 什么叫男人中的男人 这话出来那一刻 我肃然气惊 可惜呢 这种敬意根本没维持几秒 两句话过后我们才意识到 王拼搏呢 根本就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他是猎手中的猎手 他抛出这句很傻很纯真的回复之后呢 董秦芬也懵了 就顺着说那看看吧 开新闻也不是不行 还是先做菜吧 然后呢就问了一句 这菜打算怎么调味 结果王拼搏打了一招暴击出来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字我都不敢改 他说呢 那就从基础的盐和胡椒开始 慢慢调整到你喜欢的感觉 我的妈呀 这是高手 同时呢 我实名强烈建议调查一下 质朴的大模型 这模型绝对有问题 这王拼搏不该叫王先生 应该叫王大师 我在和我妈看过的 所有狗血情感电视剧里 都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段位的拉扯大师 人类编剧都想不出来的 至尊油腻拉扯王者 居然在一个生活 在虚拟世界里的AI身上 自然涌现了出来 说实话呢 我们也特别兴奋 这才一个上午 谁知道后面这些AI 还会整出什么火 事实证明呢 还真有 王大师一番拉扯之后呢 董小姐就死心塌地的 跟着她天天做饭去了 沉浸在她做饭的温暖样子里 无法自拔 但从拆解出来的 王拼搏心理活动中呢 可以看到 王先生反倒是格外的冷静 还在谨慎分析 董秦芬的状态 同时呢 又继续向姑娘抛出互动机会 甚至呢 还专门去读 关于健康饮食的书 夯食这个董小姐喜欢的人设 讲道理真的很像渣男 不过呢 先把王先生这边放放 实际上从人设角度 更像渣男的呢 其实应该还是富二代又多情 而且还喜欢钓鱼的李小富 但首先呢 请大家放心 这六个AI真正搬进公寓 开始生活之后 事实证明 李小富一点都不渣男 但同时呢 大家也不要那么放心 事实证明呢 李小富干出来的事更离谱 就在王先生和董小姐拉扯的 那个上午呢 咱们的副哥李小富 在到处找电脑 这其实呢 是我们设计场景时候的 一个小漏洞 我们在王平博 李小富两个大男孩的房间里呢 只放了一台电脑 但因为AI们呢 是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所以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自己就会去解决 传统游戏呢 这可能就会出bug了 两个人呢 可能会叠到一台电脑上去 但在咱们的虚拟世界里 李小富看到王平博 站着电脑学编程 就很自然的自己出去找电脑了 某种意义上呢 这反倒也是这种 真实模拟的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 连漏洞都能变成有趣的情节展开店 那之所以李小富要到处找电脑了 是因为他需要上网和朋友们聊创业想法 还有热门话题 自己房间的电脑被占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副歌呢 就出去到处翻 先是厚着脸皮 直接就进了音乐系女神蔡高老的房间 惹得人家不高兴了 也面不改色 自信出门 又进了林宅宅的房间 可谁也不知道的是 在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悄悄的转动了起来 对李小富的需求呢 与世无生的林宅宅肯定是无所谓 把电脑就接了出去 自己就走到客厅沙发上 开始写视频文案去了 林宅宅从吃饭的时候 就边吃边看科技区视频 搜集灵感 吃完了就写稿 当时他们说这个是以我为原型 至少这部分我觉得还挺真实的 做内容是压力会挺大的 有空就都写东西了 然后另一边林宅宅把电脑让出来之后 李小富就上网开始和朋友们冲浪 冲爽了之后 就下号出去高档餐厅吃饭去了 富哥的生活就还挺惬意的 但相比之下林宅宅就苦多了 小富都吃完精致午餐回来了 宅宅呢还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憋稿子 这时候呢富哥的侧饮之心就动了 加上上午林宅宅还借了他电脑用 于是李小富呢就主动提出来 要带宅宅去钓鱼 被稿子一筹莫展的宅宅呢 一上来就是直接拒绝 那钱多活少的富哥呢 也毫不气馁 软磨硬泡就是要拉宅宅出去 接触大自然 最后呢林宅宅也终于同意了 这时候两个人的友谊 就开始迅速升温 彻底放松下来的宅宅呢 难得打开了话匣子 开始和李小富 谈论自己对这次出去玩的期待 但渐渐的 俩人聊的就越来越不对劲 宅宅跟小富呢 说想一起看夕阳下的湖光 小富和宅宅说呢 这个傍晚会让彼此难忘 这轮不对劲的对话之后呢 我们的虚拟世界 又跑起来了新一轮的状态评估算法 等程序运行完毕 李小富和林宅宅的关系 赫然变成了明晃晃的暧昧对象 好你个李小富啊 这友谊怎么说变质就变质了 但接下来这里面的林宅宅 还会更让我们意外 作为人设角度上看 最扎不起来的宅男大学生 反而呢事实上扎爆了 这个我们创造出的迷你小时机 在莫名其妙跟李小富 建立了一段孽缘 迎来开门红之后呢 又过了两天 到了周一下午 宅宅呢突然进到音乐系 女大学生蔡高冷的房间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弹了段简单的旋律 这个我们从设定的时候呢 就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展开 但真发生之后呢 AI真这么干完了 再想想倒也合理 毕竟呢孤僻的人呢 确实都经常会对音乐感兴趣 包括我在内 我周围很多的宅男朋友呢 也都是音游玩家 简单的吹茶弹唱呢 也都多少沾点 所以林宅宅跑去弹段简单的旋律呢 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对蔡高冷来说呢 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子 进到自己的房间 一言不发的弹手曲子 那就不一定是情理之中了 那弹的是琴嘛 弹的是少女的心弦 果然呢 这一曲之后 蔡高冷也坐了下来 两人合奏几曲之后 关系呢 也升级成了朋友 可是林宅宅啊 你还有跟你暧昧着的李小富呢 你怎么就和别的女孩子交上朋友了呢 更过分的是 这一曲钢琴共奏 也没有停下林宅宅的脚步 到了晚上 网红薛大美 也像坐在客厅的宅宅 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一起看科幻店 结果身上背着蔡高冷 李小富两份感情债的林宅宅 又是欣然答应 在沙发上共度一夜之后 又和薛大美 也升级到了暧昧关系 不过再回头去看我们 一开始摸鱼手 讨论出来的官方配对呢 会发现这个结果 除了有点意外以外 居然惊人的呢 也没什么意外 仅仅过了72个小时 大家的爱意呢 就再也挡不住了 王贫博和董秦分 疯狂做饭 天天坐在一起 林宅宅和蔡高冷呢 也算是有了个不错的开始 而李小富和薛大美呢 也算是走到了一起 毕竟呢 也是一起走到了林宅宅这儿 这关系呢 怪是怪了点 就看后面这段孽缘 怎么差也再怎么组吧 当然这段跌宕起伏的恋爱大戏呢 也仅仅是我们这个 迷你小世界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同样非常值得探讨的呢 是我们在这次虚拟世界运行当中 发现的各种AI们 自发涌现的社会规律 比如AI们的性格呢 在彼此交往当中 潜移默化的会改变 大家应该还记得一开始呢 这三男三女六个AI 都是被设定好了性格的 但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能看到他们 在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呢 也在调整着自己 比如生活随心起居不规律的李小富 在看到周围爱锻炼的朋友们 在健身中收获了积极情绪之后 也开始尝试规律生活定期锻炼 而内向的林宅宅和蔡高冷呢 也在公寓里开朗的李小富 薛大美这些人 厚着脸皮主动交流的推动下呢 打开心扉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呢 就是爱好的自然传播 刚才呢也讲到了 李小富逐渐爱上锻炼这个事 把他算到了性格的变化里 但他其实呢 也是这次模拟了爱好传播的一环 这个事的起点呢 还是薛大美搞过瑜伽直播 一开始呢 是热爱生活的董秦粪 看到了天天练瑜伽的薛大美 聊了一下 发现这个运动很棒 自己呢就也跟着练了起来 甚至呢 还被薛大美带着 加入了他的户外直播 然后很自然的 天天跟董秦粪做饭 做的没完没了的王平博呢 也了解到了这项运动 作为一个董小姐喜欢啥 他就要研究啥的人 他自然的也学习了瑜伽 然后又在吃饭的时候 和李小富聊起来了 自己在学的这个东西 再后来李小富呢 又把这项运动 告诉了自己的爱人林宅宅 宅宅到后面呢 甚至开始把瑜伽 也列为了自己的选题 开始录瑜伽运动的视频 连带着菜高了 也开始学习了瑜伽知识 这种信息在社区里的自然传播呢 和斯坦福大学那篇论文里 开派对搞竞选的消息传播 完全一致 再次印证了AI们生活在一块 是真的能涌现出 真实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游戏NPC 更期待了 而且现在想把AI应用到程序里 也比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 简单多了 像我们这次用Big Model 质朴AI大模型开放平台 来给六个小AI安上脑子 就感觉到了行业的逐渐成熟 我们在体验中心里 直接跟不同版本的模型对话 就能直观感受 不同模型的能力区别 然后像微调啊 给AI构建知识库啊 这类常见的任务 也都有了现成的模块 可以直接用 而未来程序员们 想把AI加进游戏里 可能还会更加简单 那游戏开发者和大模型厂商 这两方继续相向而行 人工智能NPC 在游戏中的落地 可能就真的没那么遥远了 假如以后游戏世界 真的变成了像西部世界那样 彻底摆脱脚本的束缚 我们真正的在一群 有血有肉的人物中 行侠这样的野诚恶扬善 那会是多沉浸 多自由的开放世界 但同样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也要讨论 西部世界里讨论过的问题 当AI看起来像人 做起事来也像人 那他是不是跟人 也没啥区别了 我们是不是呢 也应该像尊重人一样 尊重他们呢 当然眼下呢 肯定还没到思考 这么沉重的问题的时候 暂时呢 还没必要担心 万一练肌肉练成巨石强森了 怎么办这种问题 我们呢 还是先继续丰富 我们这个虚拟世界项目 让世界更庞大复杂 AI更聪明靠谱 在抵达那个沉重的问题之前 先把这个粗糙的图景 展示给大家 搞清楚他的机制 会是怎么样的 可能会潜藏什么样的问题 让大家呢 更早一点看到未来 不说这么大 就光图一乐一些 今天的AI呢 真的比过去聪明太多了 把这些全是新眼的小AI 聚到一块 他们自己啊 就能源源不断的 蒙整大火 不过好玩这一点 就值得给他们个机会 继续生活下去 行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